上午9点从大理古城出发 穿过农田和村庄 到达尔海入口 海溪是生态廊道 外面租的车不能进 入口旁有村民收停车费 把车停在离入口较远的地方 再走进去就不用交停车费了 上面这个长长的是饮水渠 清晨的海边静意美好 继续穿村骑行 抵达下一个入口 欣赏晨光下的尔海 在龙坎码头入口交了5块停车费 进来后往前走了大概1000米 前面的弯口就是龙坎码头了 这里风景很美 打卡的人也很多 还有很多新人在拍婚纱照 继续骑行 我们发现也有无人职守的入口 12点左右过新盛大桥进入下关 午餐后进入海东公路 一边是尔海一边是峭壁 沿着海岸迎着海风 一路向前一路美景 不愧是中国版加州公路 随停随走 打卡了理想帮 小普陀孤险海上有种神秘的美感 过小普陀已经是下午4点多了 继续骑行大概一小时到达双廊古镇 匆匆打卡继续出发 此时丁塔尔效应特别明显 路过一片绽放的向日葵 遇到一辆观光巴士 天空突然开始下了火雨 雨过天晴出现晚霞 6点左右过上关进入海溪 左边是尔海 右边是苍山 为了能在天黑前赶回大理古城 我们开启了赶路模式 傍晚6点40到达喜洲古镇 没进古镇 就在路边吃了个喜洲粑吧 路过一片不要钱的麦田 打卡了风吹麦浪 这时风越来越大 不敢骑太快 最后在8点左右回到古城租车点